iPhone 6s 和 iPhone 6s Plus 已經登場 最吸引的當然就是玫瑰金 但是不是真的女生喜歡的粉紅色 其實看起來 話說Rose Go 真的很像粉紅色 看起來沒有什麼金色 金屬感很強 但有一點帶粉紅色的金屬 其實很漂亮 這樣的粉紅色女生應該很喜歡 只不過外形真的和 iPhone 6s 無大分別 即使將兩部機命牌放在一起 如果同樣都是金或膚色的話 真的會搞亂 新 iPhone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是可以感應你指握的 3D Touch 在鏡片上能夠憑著你按螢幕的力度 就有不同的指令出現 較為特別的 就是令到相片與短片形式出現的 Live Photos 好 比較特別就是這個 就是剛才所說的 Live Photos 就可以馬上看到的動作 另外 例如 Instagram 也有支援的 譬如我們平時要按進去才看到影片 現在大力點按下去 就可以馬上看到了 第二個重點就是鏡頭有所提升 主鏡頭像素由800萬升至1200萬 而前置鏡頭就升至500萬 還有新的補光功能幫助你自拍 現在自拍了 看到它的螢幕突然變成白色和黃色 就幫你的臉補光 看看不用和不用的效果是怎樣 現在不用 就這樣看就分別不大 因為可能和你這裏夠光了 講到這裏 知道大家最關心價錢 不過先說下幾次買吧 9月12號即是這個星期六就預售 9月25號就正式發售了 iPhone 6s 的16GB版本 就賣5588元 64GB就是6388元 128GB就是7188元 至於 iPhone 6s Plus 16GB就賣6388元 64GB就是7188元 128GB就是8088元 快點就用紙筆抹下它 除了 9月3 sheep 就bang л